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个国家指中国 今天的中国 这个国家能够自由地用中文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看法 能够用中文自由地知道事情真相的时候 谁还稀狠 谁还愿意去用英文表达什么呢 道理多简单 我是中国人 我一定用我自己的语言 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的感情 去维护我自己的尊严 是这个国家 党国剥夺了我的尊严 戴上了面具 成为了小丑 是不是这道理 正是这个记者 今天他已经不在北京了 他的在北京工作的签证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党国拒绝了 拒绝的原因就是他过去的时间里 长达五年的记者生涯当中 写了四百多篇文章 报道了四百多篇相关的新闻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揭示出真相 尽管他用英文 没敢用中文 但是呢 因为他揭示出真相 揭示出党国真实的一面 党国不高兴了 不给他签证了 尽管这是个美女 也不给他签证了 为什么提到美女呢 因为今天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女的说法 不是我说的 美国之音有篇文章 世界看中国 谈到半岛的这位美女记者 离开中国的故事的时候 用的就是美女的说法 世界媒体看中国 驱离美女记者 文章上来他先调侃说 当今中国可谓美女泛滥 官方媒体杂志 官方新闻网站 到处都是美女的照片 在吸引着读者 也逗 这官方的媒体 党的媒体也得需要美女吸引眼球了 接着讲说 美女称号到处泛滥 不但有特立独行的美女侠客 如千里走单旗 营救盲人律师 这也是指的珍珠侠女了 他说还有大把的美女作家 美女车模 美女主播 美女记者 什么都是美女 签上女的就叫美女 这个美女那个 他说这里不得不提到 入乡随俗的半岛的电视台的 英文频道的美女 这个美女记者 今天已经不在北京了 已经被党国拒绝签发 这个签证呢 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呢 文章里特别提到说 不但他这位美女记者 无法拿到签证 而且半岛电视台 想派遣其他记者 代替他的工作 也遭到了党国的拒绝 文章紧接着就评价说 这是近14年来 北京当局首次正式驱除 国际媒体驻华记者 驻华记者协会俱乐部 已经对中共这一行为 感到震惊 并且提出抗议 明确讲 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 就是对驻华的外国记者 实施了新闻检查和恐吓 外交部的发言人 在星期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么说的 外国记者在中国 享有充分的采访和报道自由 但同时我们也强调 外国记者在中国从事新闻报道 必须遵循中国的相关法律和规定 以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我们根据法律和法规 以及记者个人的表现 来处理有问题的媒体和媒体的工作人员 说的冠冕堂皇 但任何具体事呢 没答复 文章的记者的评价明确说呢 这位外交部的发言人 显然是对中国的情况呢 不是很清楚或者是装大半算 装大半算是我说的 就是他明明清楚他装算 文章的紧接着提到一个副标题 叫做掩盖四分之一的威胁 这里他就讲说在地方的媒体 也就中共官方的控制下的这个地方的媒体呢 就不向外交部的人员呢 回答问题那么那么掩盖了 那么外交了 说的就比较直接 环球时报有篇评论呢 直接这么讲中方没有给出拒签那位半岛女记者的理由 这种外交上的模糊性是无可厚非的 环球时报记者透过在京的外国记者圈打听到 这位华裔女记者政治立场激进 此外外媒的报道说 她与外国记者管理部门早就关系紧张 半岛电视台制作了中方无法忍受的节目 这次拒签显然是向外国驻京记者发出一个信号 长期的驻外记者都能够读懂他 这就是威胁 对吧 记者表达任何事情是要表达出事情的真相 而不是说让你高兴和你不高兴 我又不是要娶你做老婆 我也不是嫁给你做老婆 我干嘛要让你高兴和不高兴去掩盖真相呢 道理太简单了吧 但是呢 在这篇文章里头 环球时报的文章里头 他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番说法 是有备于作为新闻媒体必须揭示事情真相的一个最根本的最基本的原则 咱都看得懂 他没看懂 他说的还冠冕堂皇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作为美国之音的这篇记者就直接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了 跟我刚才的说法差不多 他叫不叫而诸于媒体环境的恶化 所以他直接提出的问题就是 这名华裔女记者政治立场激进 究竟如何激进呢 她与外国记者管理部门早就关系紧张 究竟关系如何紧张呢 为何而紧张呢 这种说法都是中我们大陆环境下生活的人认为很正常的一种问题 要把关系搞好 把关系搞好咯 就要是否妨碍暴露来报道事情真相 如果为了搞好关系 而掩盖事情真相 被欺骗的就是你我他普通的观众 欺骗的是这个社会 掩盖是事情真相 言外之意 党国的所作所为 就在这个问题当中直接提到 这位华裔女记者政治立场激进 政治立场激进 你就让外国人都不许反对你共产党 对不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问题了 你共产党做的任何事情都像新华门前头写的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包括杀了你们自己的总书记 包括杀了你们自己的人 即使这么干了 外国记者都不许报道共产党这么做法是错的 对不 如果一报道共产党这么做法是错的 跟新华门之前的那个标语相冲突了 所以立场就激进了 对不 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认为 是 是这个道理 那你要这记者干嘛呀 这位华裔女记者不就成了中宣部的干部了吗 她就应该领了五毛 五毛钱她也应该拿走 而且一定印的是大张的五毛 因为人家是外国记者吗 原来还有外汇卷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大家就从这么分析当中 就可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共产党本身 我们生活在这个体制本身下 我们无奈的那一面 那文章里接着介绍呢 这位姓陈的女记者从07年就开始住在北京进行报道 从中国发出了大概400条新闻报道 内容设计非常广泛 包括外交经济人权 而半岛电视台的英文节目的负责人发表声明说 我们的中国报道是一流的 希望中国欣赏我们报道的真实性 所以这里提到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真实性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拒绝了这位女记者 这么优秀的女记者继续在北京报道有关中国事情的真实性呢 在美国之音的另外一篇文章里有所报道 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半岛记者离京 美国专家呼吁驱除中国记者 这是一种报复的行为了 那至于这个报道怎么说呢 是他们说的 但是它里面透显出 半岛这位女记者为什么被中共驱除掉 里面提到说半岛英文电视台 曾经播放有关中国劳教犯的纪录片 这位姓陈的美女记者呢 已经在星期一晚上乘飞机离开了中国 并将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 她本身不愿意在离京之前呢 发表任何声明 而中共当局也没有明确说明 采取这项决定的原因 但是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首都的 劳改基金会发表声明说 这位美女记者被驱除的原因是 该电视台在2011年11月播出了一个题为 奴役21世纪的罪恶监狱奴工 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该纪录片详实的资料 讲述了中国监狱驱使囚犯 从事无安全保证的高强度劳动 并且向国际市场出售劳改产品的事实 这个概念就清楚了 中国有多少劳改犯 这些劳改犯当中又有多少本身是被冤屈的 这个劳改犯的一切的概念 都是在共产党所控制的法律之下 成为了坏人成为了罪人 我不是说这个劳改犯里面没有坏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作为劳改犯本身来讲 他是同样是个人 但是在党的体制之下 会驱使这个人 这样的人去干这种超强度的 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这种劳工 这种劳工出来的产品 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报酬 他们换取的就是自己的两顿饭三顿饭 而这些产品被销往了海外 比较典型的我知道 比如说世界杯或者欧洲杯的足球 那这些很多是在劳改营里做的 而在这个这样的做法 在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委员会 联合国的相应的人权条条款当中 是不能被接受的 这是侵犯了一个人基本权益的 在任何其他正常的社会当中的 普世价值当中呢 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这是冲突所在 而中共自己明明自己很清楚 自己所控制的监狱里面 周永康控制的政法委系统 所控制的整个监狱里面 在干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多问一句 在监狱里这些劳工干的这些事情 赚回来的钱上哪去了 大家想想上哪去了 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 各地的监狱都归他管 对不对 那所有的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再联系一下 最近这些天里面发生的事情 大家就明白了 这位美女记者为什么被离境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再对比一下新京报 5月5号凌晨时的小丑的故事 这就是想说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环境 这个环境 一个正常人的基本的价值观 是被侵害的 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